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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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原来我无法长出翅膀 原来我无法长出翅膀 彷徨得不到解放 心被轻轻捆绑 无助不能两伤 我们终于都变得坚强 无望岁月不凭昨天受过的伤 走过这趟我看见爱的模样 就让思念停留在心里某个身处白胆 回忆很善良 我不想遗忘 这个冯老板真的很有钱 那房子这么大间 还有这么大的花园 你不要乡巴佬了 走 某个去那边坐 阿信 我坐那边 请先用擦 老板儿太太马上下来 好 颜先生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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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颜先生 你的脸没事吧 好 坐 坐 坐 颜先生 你的情形呢 阿妮也略略向我提过 我们对你的事情感到实际难过 老实说 我跟我太太呢 结婚都十多年了 结婚之后呢 一直都忙着工作 希望趁年轻呢 能够多赚一点钱 其他的事情 也没有考虑太多 好了 现在钱算是赚了一点 不过 你看 这么大的一间屋子 住的 就只有我们两个 我们呢 年级越来越大 就越来越觉得寂寞 老夫老妻了 话题反而越来越少 突然很想要有个孩子 可惜 我杜比又不争气 所以才希望 林阳 颜先生 您放心好了 把孩子交给我们 我们一定会当他成为 自己的孩子照顾的 坦白说 这孩子 跟着我从来没有试过 过一天的好日子 作为他的父亲 也没有好好地管教过他 所以造成他的性格 有点倔强 如果将来他 带给你们有什么麻烦的话 你们就看在我的份上 多多包容他好不好 绝匠好 绝匠的孩子 有主见 主事坚定 只要你们跟他相处一段日子 你们就会发现 其实他的性格是很善良的 我们会好好栽培他的 严先生 我们绝不会让您失望的 好了 就这么说定了 好 那菜灯包不是好好的吗 为什么会这样 你啊 你啊 要学会自己做东西 不要每次都是等爸爸 如果爸爸不在了 那以后怎么办 你啊 爸爸知道你不喜欢读书 但不读书 将来哪会有出头天 你看爸爸 就是因为不爱读书 今天才会这样子 读书很好啊 学校有同学陪你玩 你慢慢就会喜欢读书了啦 你的路还要很长 千万不要像你爸爸这样 好吗 爸爸明天带你去买新的文具 新鞋子 你以后会好好读书 好吗 童子 快水 快水 很快火 来 来,接下来 这双是你上次选过的 而且这双鞋子穿起来比较松 也可以穿比较久 好,不好就不好 我试过另外一双 这双呢?你看,这双好美 不美 这双又不美,那双又不好 你到底想怎样? 都不好,都不要 这双觉得怎么样? 行到的款式,要不要试试看 不要再试一试 不要再试了,我什么都不要 什么都不要 我们去抓起床吧 好 不要再试试看 这双思试看 你到哪里了? 我去的帮忙 开摩 更好 你不想好 小绿啊 是爸不好 其实 其实爸很爱你 你很不舍的 你知道吗 好 来了 叶先生 你们等了很久啊 没 我们也是刚到 还不怪叫伯母 怎么那么没礼貌啊 好 没关系 小孩子嘛 还没适应 习惯了就好 好 这位小公主就是小严厉 对吧 你好 我是冯伯母 你看 我带来了一个大娃娃送给你 你看喜不喜欢 还不快谢谢伯母 这孩子怎么这样 没关系 我们先坐下再谈 来 坐 坐 别骂他 小孩子嘛 总需要时间适应的 叶先生 我知道你不为了这个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有点心意 希望你能收下 好 别骂他 以后小丽就拜托你们了 如果他有犯错 我们一定要包容他 我们会的 你放心吧 来 喝茶 你们先坐一下 我上个洗手间 好 那你请这边 你要去哪里 去厕所了 你呀 不要捣蛋 好好地跟安哥安弟相处 我很快就回来了 我不要帮你 Même下 Oppure 你应该是好 我不要帮你 那我的了 你不信心 小丽,想吃什么?伯母拿给你吃,好不好 我要上厕所 好吧,来伯母带你去 走 你自己进去,我在外面等你 你自己走 好,来吧 我去夏宵 老板,你的货送到了,放哪里? 就放在门口吧 对不起,老板 没关系,没关系 你妈也真是 你看你送这么多货 也不请多一个人来帮忙 请人帮忙的话,我就少赚了 你送货还有人工赚的? 对啊 妈妈说,自己的零用钱应该自己赚 你真厉害啊 这么小就会赚钱 我看你长大,一定是做大老板的 外面那么多,再请你吃 谢谢老板 对了,这个麻烦你签收一下 好啊 谢谢老板 小孩不见了 什么? 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我以后会乖一点,会听话一点 我答应你,我不是在逃学 不会再让你生气 不要丢下我 让我来认识 既然你都看到了 那你还为什么? 你知不知道 我带着你我有多累 对我来说你只是一个包袱 只是一个负担 为了你 我哪有一天是吃得饱,睡得好 你说 现在不是好咯 有人肯花钱买你 难道有钱我不要 爸,不要卖小丽 小丽以后会乖 不会再让你生气 爸 你跟了我这么久 我是个见钱眼开的人,你知道的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比钱更重要 包括你 我已经不是你爸了 你回去找你生的吧 过来 爸 不要乱到小丽,小丽会改 爸,救救你,不要乱到小丽 不要 我叫你过来 不要惹 她 去哪里 在那边 你怎么竟然跑来这边 把我吓坏了,快来,起来 好 快 你再哭,我就打死你 来 买女儿的钱 拿来 严先生 做什么你家属这么重 她还小嘛 小孩子慢慢教 不要哭 不是说好卖女儿有红包拿的吗 钱呢 这红包里面有三百块 早知道这么值钱 早就应该把你给卖了 谢了 爸 妈 乖孩子 爸爸不要你 我们会疼你的 我不要你的 我不要你的 你爸爸已经不要你了 你不跟我们走 你还能去哪里 你管我 不要吵 你还跟他说这么多 现在什么时候 你还跟他演戏 我告诉你 你只要不乖乖听话 我就打死你 威哥 对不起 我迟到了 你死到哪里去了 但不如明天半山才来 好了 不要再说了 我们走了 等下给人家看到就麻烦 走 我叫胖子 不 叫你走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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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哥 救命啊 是他 胖子 臭胖子 放开我 你看你多难看 腰比屁股大 吃得比猪还多 我叫你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会听人话嘛 你这猪不竟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他是齐天大身色悟空 如果你不放开我 还打死你 我叫你不要吵 你再吵 我打你的 你想干什么 一个十岁不到的小女孩 你也要欺负我 像什么样子 对呀 以大欺小 不要吵 不要吵 大人讲话 小孩子闭嘴 这叫管家 不是欺负 出来混也得像个样子 要不然人家怎么尊敬你 刚才我不是跟你说我爸是齐天大胜的 如果你不放我 他真的杀了你的 垃圾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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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哥 这里一百块 你到 谢谢 来卫哥 下次有机会 记得叫我 你暂时不要出现 再有买卖 我会联络你 记得联络我 行了 小胖 先走了 小胖 那小交伙怎么样 也不知道他哪来的经历 还在闹个不停 他要闹就让他闹吧 累了就安静一睡 摆载的船明天就到了 他们要六个 我现在还欠一个 我看今天也没有办法再弄一个 你帮我好好看着他 咦 是刚才那辆车 这一带是废区 他来自己做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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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全民的 还好 好 嗯 嗯 嗯 奇怪,这里不是没人住的吗,什么声音来的 你吵什么吵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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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嗯 原来,原来,是你吗? 原来,原来,是你吗?原来 不要动 不要动 威哥,哪里还是小孩 你管他 反正我们现在少一个 现在加上他,那就刚刚好了 放开我 不要动 这来路不明的小孩,会不会有麻烦 明天传一道,交了货,收了钱 到时候有谁找到他 你怕什么,把他绑起来 放了我,不要追我,我只是路过而已 放开我,救命 凌姐,这双鞋的礼布 好,谢谢 凌姐,这双鞋的礼布 好,谢谢 好,谢谢 鬼子安 过来 你又发什么神经啊 这样的手工,什么交货 没有问题啊,很好啊 王师傅,你不要老爱鸡蛋你挑骨头 我挑骨头,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你自己看 一天做那么多双,偶尔出错事一定会有的 不要这么严格 严格,是严刑鞋厂的声誉 怎么可以马虎 鞋厂是你的吗,这么紧张这么 梅姐既然叫给我打理 我就有责任,保证这里售出去的每一双鞋 都百分百合格 我不管啊,这些有问题的,跳出来,重做 重做,我很得空啊 老规矩,工资亏本,你亏工钱 说得到简单 亏的又不是你的钱啊 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是老橙子 就在这里胡假胡威啊 你啊,是不是有心要针对我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按规矩办事,你不服吗 是啊,我不服啊 你啊,每次都给我最难做的款式 不要以为我扶得着 你看你啊,每次为了一点小事 就跟人家吵成这样子 我拜托你啊,房西看看一点 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你一样的 我是你老婆,有时候也受不了你 什么小事啊 这可是关乎到鞋厂的声誉啊 鞋厂又不是你的,需要那么执着吗 喂,话可不是这么说啊 外面谁不知道啊 我就是严刑鞋厂的管工啊 产品不好,我要丢脸的啊 你这个死老金啊 有时候做错了一点点 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咯 做人要懂得变通 幸好我们家的拖延不像你啊 他对谁都客客气气,礼礼貌貌的 从来就不曾让我担心过 好了,你说够了没有了 我是你老婆,才劝你啊 你出去问问看啊 这里啊,有谁不知道你是最难相处的 喂,我是来这里当管工的啊 不是来这里做好好先生啊 他们做得好,我自然就不说啊 做得不好,我当然要骂啊 是,你最厉害 现在搞得那么僵啊 等美姐回来,看你怎么跟她交代 什么交代?我就照实话说啊 轻一点啊 喂,烟行鞋场 喂,这里是宝庆啊 你们不是派人来拿浇水的吗 怎么还没到啊 二人过去了,已经去了很久啊 怎么还没到啊 等了很久都没有看到人啊 总之你们快一点好不好 不然我就关门了啊 哦 吃饭 那,给我乖乖吃饭 不然这两包饭拿去喂狗 听到吗 喂,这嘴巴没有手相吃 哦,对哦 胖哥哥 又想怎样 你们卖掉我们哦 可以赚多少钱啊 不清楚啊 我想,没有一千应该也有几百吧 哇,那么好赚啊 又关你什么事啊 如果你卖十个,不是发财了吗 废话,那当然啦 不如这样好不好 你放了我们两个 我们去帮你找十个小孩回来给你卖 怎么样 我们学校不是很多小朋友的吗 你要多少有多少 对不对 对 你当我白痴啊 吃饭 我再去问问看 坐下吧 可是我们从早上等到现在 都等了好几天了 在忙也应该见见我们 我在怀疑他是不是有心 应该不会整我们 做生意就像交朋友 像你这么没耐心,疑心重 又怎么能够交到好朋友呢 交朋友 梅姐,我们不是来推销鞋子的吗 没错,我们是来推销鞋子 同时也来交朋友 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生意人 你希望生意自动找上门 还是希望每一天到处找客户呢 在海洋说 当然是生意自动找上门 不过,这世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这就要看交情了 我问你,你想你的朋友怎样对你 好朋友应该对我真诚,可以信赖 还有,不会试试和我斤斤计较 这就对了 做生意就好像交朋友一样 如果人家觉得你这个人有诚意 也不怕吃亏 自然就会跟你做朋友 那到时候谈生意就会很容易了 怎么你们还在这儿 黄老板有时间见我们了吗 很抱歉,现在已经是下班时间了 我想黄老板不可能见你们 你帮帮忙吧,我们都等了好几天了 没关系,我们明天再来,谢谢 走吧 美姐 美姐,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那么沉得出气 那黄老板分明就有心要拒绝我们 不想见就应该早点说 让我们等又不见,这摆明就是耍我们 要放弃还不简单 买两张车票就可以回去了 可是你不要忘记 我们现在协场的生意也不是很好 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为了开发新客户 再忍耐一点吧 好吧 你先去洗个澡吧,我要打电话回家 好 小艾,电话好像坏了,我先去问一问 小姐 什么事 不好意思,我房里的电话好像坏了 对不起,电话没坏 市区的电话线路出了点问题 所有的电话暂时都打不出去 那什么时候才修好 电话公司在抢修着 听他们说,最快应该也要等到明天 谢谢你 这份文件不是昨天送给陈律师的吗 为什么还在这里 我不知道 会奔呢 他已经在你的办公室了 黄老板,你好 你是 我是言行鞋场的汤玉梅 上个星期和你通过电话 所以要拿一些鞋板给你过目的 对,前两天我才告诉我秘书 不需要你们的鞋 暂时不需要,没关系 只希望黄老板能够花一点时间 看看我们的鞋板 以后有需要的话,会想到我们 对不起,我真的没空 不好意思,小姐 三人床的房间已经满了 请问你们介意双人床的房间吗 不好意思 喂,富丽大酒店 喂,麻烦你帮我接九号房的汤玉梅 我有急事要找她 好,取消等一下 黄先生早 这么文件很赶的 不是昨天就应该送去陈律师那里吗 昨天我赶过去的时候 陈律师已经下班了 对不起,我马上就送过去 对了 我不是说过 我们暂时不需要其他鞋厂的货吗 为什么外面鞋厂的人还来找我 我已经告诉过他们了 可是他们就是不肯走 每天都来公司等 已经等了三天了 三天? 他们从哪里来的? 从吉隆坡 我真想不到 这个年头 居然还有人这样做生命 汉小姐,终于找到你了 幸好你有交代来这里 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哪儿找你 这么急找我什么事 刚才有位叫凌姐的打电话来找你 说你儿子昨天整晚都没回家 不晓得放生了什么事 叫你马上赶回去 我们马上回去 好 蔡老板,你要走了吗?黄老板想见见你 怎么在这时候发生这种事 梅姐,该怎么办 你回去旅馆打电话给代理老板 叫她帮忙处理这件事情 你说我见完客户,就马上回去 那我们走吧 对不起,我们可以走了 发生了什么事了吗? 你什么 黄老板,怎么样 手工和设计,你都满意吧 手工很细腻,用料也不错 那价钱方面呢? 唐老板,坦白说 我很欣赏你的为人 所以嘛,我就不转往抹角了 说老实的 无论是价钱和货 我都无可挑递 不过话得说回来 做生意嘛 不能单单只看盈利 你的意思是 我手头上呢,已经有五六家固定的供应商 我们合作多年,从来没有什么大问题 而且彼此之间呢,见了一定的关系 今天,我冒冒然跟你下订单 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损失 我也很难交代 想不到黄老板做生意 除了讲盈利之外,还看重行义 实在难得 生意做不成没关系 我总算有机会见到黄老板一面 也没白跑一趟 黄老板,我想这样好了 我先给你下一张订单试试看 不过呢,我有个附带条件 不晓得您是否愿意接受 请说 鞋,你要报销 卖不完,我可以退货 我不是有意为难你 这样呢,我对其他厂商才有好交代 没问题,我相信只要走出第一步 我们会继续合作愉快 好,就这样决定 谢谢黄老板 谁那么没礼报 好 好哥 有钱买酒,没钱还我 你不要以为你不来赌当 我就找不到你 你输了钱,跟我借 我卖人情借给你 可是,借钱就要还钱 如果每个人像你那样在我赌当赌钱 赢了就拿走 输了,还拍屁股走人 那么我兄弟吃什么 吃起北风吗 好哥,什么之前的东西都找不到 好哥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 真的没钱 看他身上有没有钱 我真的没有 我只有命一条,你拿去吧 好哥,你看 好哥 好哥,这个不能,好哥 好哥 好哥,这个钱不能拿,好哥 请你放给我 还想骗我说没钱 所以说,赌鬼的话是信不过的 多余的,算是利息吧 走 好哥 好哥,这笔钱你不能拿 求求你还给我 上手 好哥 好哥,我求求你做做好心 好哥,你就做做好心吧 这钱是我卖女儿的钱 真的不能拿了,好哥 我求求你,好哥,请你还给我好不好 卖女儿 好哥 好啊 多卖几个,赚多点钱 这空再跟我赌过 欢迎光临 好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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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一天 我有一天 甜蜜蜜蜜 你好 diva 我们走 你是谁鬼鬼祟祟在我家门口做什么 我问你 你在你这里做什么 不是的 我来试想看看我的女儿 我不认识你 这里也没有你所说的女儿 走 麻烦你 麻烦你帮我告诉冯老板一声 只要偷偷让我看我女儿一眼 只看一眼就可以了 我不信冯 我警告你 你再不走 马上报警 不可能的 我来过这里的 老板姓冯 他还带走了我的女儿 我求求你 我真的很想念我的女儿 我求求你让我死之前 让我见她一面好不好 我求求你 老板 让我再见她好不好 我求求你 老板 发生什么事 不认得你 我的女儿呢 我的女儿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当天你还在场的 冯老板呢 冯老板在哪里 我不是 我 我只是收了他们的钱 把屋子借给他们 其他我什么都不懂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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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оно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还是黄 Rachel Tan 小刀屁呢 在哪儿 以后记得常来找我 再见 你做什么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骗你什么 好 我敢说是吗 反正你们都要死 我这条命已经不值钱了 我去跟你们一枚挖一枚 我看死你 妈 好了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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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不会说谎 无望岁月 原谅我们年少轻狂 某个早上 或许爱就会绽放 就让思念停留在心里 某个身处白胆 回忆很善良 我不想 遗忘